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羅帽的種類 先前有介紹過羅斯的種類規格 裡面有提到說 羅斯它的規格有公英制 然後有它的大與小 那其實羅帽就是跟著羅斯去做搭配的 那差別在於說我們羅帽呢 其實它也有很多種類的 那每一種種類可能都有它不一樣的用途 那今天就是要教導各位說 那羅帽呢 它的種類我們要怎麼去分辨它 以及說這些羅帽的名稱 我們該怎麼去稱呼它 其實我們生活中有很多羅斯 那羅斯一般就會有羅帽 那羅帽跟羅斯的搭配呢 是很常用在我們生活中 大大小小的物件上面的 如果你有去注意的話 會發現說 原來這些東西呢 都會運用到這些羅斯以及羅帽的 那這裡要怎麼去分辨它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接下來呢 來介紹一下羅帽的名稱 怎麼去稱呼它呢 那一般我們羅帽最常見的呢 是六角形的 那六角形的羅帽怎麼稱呼呢 其實是很直接的 叫做六角羅帽 那通常都是簡化一點呢 會直接叫它羅帽 那這裡呢 我找了幾種種類呢 來介紹給各位 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羅帽的形狀這樣子 它的名稱是什麼呢 那我就一一的來跟大家做講解 首先第一個是我們最常見的 六角形羅帽 也叫做羅帽 這是一個蠻常見的一個羅帽的形式 再來它也是六角形的 但我們有發現說這裡呢 它的高度 它是比較薄的 所以這個呢 叫做薄形的六角羅帽 也可以叫它薄形羅帽 用這樣的方式 再來這個呢 它叫做焊接羅帽 那那這裡呢 是什麼意思 我們看起來一樣是六角形的 但是差別在於 它這個地方呢 有側一個階級 這裡有一個階級的地方呢 是用來定位用的 那等一下呢 用途的時候 會來講解一下說 這些羅帽呢 為什麼會這麼做 它的用途是什麼 等一下下一個章節會來做講解 接下來呢 這裡有一個突起來的地方 這個呢 叫做黎農羅帽 我們也可以稱它做黎帽 那黎帽呢 它內部呢 是有黎農的 在這個圓的地方 我們一般六角形的羅帽 是這樣 那這裡呢 它多一個突起來的地方 裡面呢 是有放黎農的 那再來呢 這個是 法藍面羅帽 也可以把它叫做法藍羅帽 那這裡就是 它這裡有一個大平面 這裡 有些呢 在這個地方會有一些紋路 那這個用途 等一下後面會來做講解 以及說有四角形的 它就是一個方形羅帽 或是四角羅帽都可以 那這個 還有一種呢 它這裡是一個圓形的 它叫做黎帽 那這裡呢 它內部 內部的牙 是這樣子 那這裡呢 是縫起來的 是一個圓形的 以及說 這個是一個拉帽 它這裡 是一個長形的 然後這裡有一個平面 那用途等一下 也會來做講解 那這裡呢 一個快摘羅帽 那這裡一樣 內部有牙 那最尾端這個地方呢 會有塑膠 那用途也是 等一下會來講解 那表面也有搖花 那這個呢 是一個 異形羅帽 那異形羅帽 它可能有好幾種 那可能形狀 比較不一樣 那我以這個 比較常見的 這種形式呢 來跟大家做解釋 異形羅帽 以及說 這裡呢 有一個管用的羅帽 那管用羅帽呢 它有幾種名稱 有的呢 叫做 梅花型的管用羅帽 或是 星星型的管用羅帽 那甚至呢 有的會叫它 太陽羅帽 都有人這樣 去稱呼它的 那這些羅帽呢 到底它 這麼多種類 那這些種類的名稱呢 它的用途 是在哪裡呢 等一下下一個章節 會來跟大家做說明喔 接下來呢 要來講解一下 羅帽種類 它的用途 那這裡呢 先講解一下 我們最常見的 六角羅帽 那 那這個用途呢 不外乎就是 在羅斯鎖附的時候呢 是把物件給它鎖緊起來的 就是 以左右兩側 或是上下這樣子 把它夾起來 把它鎖緊的 那這裡呢 我們 一般如果是鎖這種羅帽的話 我們怕它會鬆脫的話 可能會鎖個兩個羅帽 這樣子呢 讓它有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這樣 避免說羅帽 第一個羅帽要鬆脫的時候 至少還有第二個羅帽 被頂住的 那再來呢 是 薄形羅帽 那薄形羅帽呢 就是 當我們在鎖附的時候 它的位置是比較 可能位置比較窄 空間比較小的時候呢 有時候我們這種 一般形的羅帽呢 可能太厚了 是放不進去 沒有辦法鎖附的 那這時候 我們就會運用到 薄形的羅帽 那運用薄形的羅帽呢 我們就可以 像這裡 我們也可以鎖附兩個 那這樣子 空間呢 運用的時候會更多元一點 就會比較 自由一點 那再來呢 是來介紹 焊接羅帽 那焊接羅帽呢 通常比較常運用在 焊接的時候 好比說是 板金的焊接 或是 鐵材的焊接 等等的 像這種 焊接的方式呢 是把 我們的 這個羅帽呢 焊到 鐵鍵上面的 那這裡呢 它就會做一個 圓形的定位 那這樣子呢 在焊接的時候 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好 就是不用再去 對正它的重心 好 那我們可能在 板金 或是鐵管上呢 就會預留一個洞 那這個洞呢 可能會大於 這個 外徑 那這樣子我們在焊接的時候 因為一般我們在 鎖附螺絲 鎖附螺絲應該 孔都會預留一些 空間 預留一些公差 所以我們 我們在焊接製成的時候呢 就 不用 做太多的 調整 只要孔對孔 直接把這個焊接螺帽 放進去 然後把它焊起來 其實這樣 是蠻方便的 這也是蠻常見的 一個焊接螺帽 那接下來呢 是一個 禮帽 也是叫 禮龍螺帽 那這個地方呢 它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名稱 叫做 防鬆螺帽 它的用意在於說 它這裡面呢 在 遠遠的這個尾端的地方呢 裡面是有 尼龍的 所以當我們螺絲 鎖出來的時候呢 它是 螺絲會 被這個尼龍呢 稍微給它干涉的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尼龍 螺帽我們在鎖的時候 前端還沒有感覺 前端就是很輕鬆的 用手可以轉進去 到後端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我們用手是沒有辦法轉的 我們必須要用工具 工具 把螺絲的頭 卡住 然後再把螺帽呢 卡住之後 去做旋轉鎖緊的動作 而且會發現 非常的難鎖 這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裡尾端呢 是有一個 尼龍跟螺絲的 主體做干涉 那這樣的用意在哪裡呢 這樣的用意在於說 它就是一個 防鬆的機制 所以你會發現說 一旦我們把它鎖緊之後 那這個螺帽呢 是非常不容易會鬆脫的 基本上如果你有鎖好的話 而且這個螺帽 這個尼龍是沒有損壞的話 一般是不會鬆脫的 你可以去嘗試看看 這個也是蠻常用的 那再來呢 是法蘭螺帽 那法蘭螺帽呢 也是蠻常用的 那這裡呢 它的用意在於說 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多一個法蘭 所以它接觸的面積會比較大 那一般我們有時候 鎖螺帽的時候 會放一個 華絲 平華絲 平定圈 那法蘭螺帽呢 就是多了這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有時候呢 就是用法蘭螺帽呢 就不用去放定圈了 而且它 法蘭螺帽呢 就是螺帽跟平華絲結合的 那種概念 所以我們的零件呢 就會變少 原本兩個零件 變成一個零件 這樣子是蠻方便的 那這裡是蠻常用的 像是我們在腳踏車的 曲柄星軸上也會看到 或者是機車 你如果仔細去看的話 有一些機車 它在首付的時候 也是用這種法蘭螺帽的 接下來來介紹的是 方形螺帽 那方形螺帽可能會比較少見 那一般比較常看到方形螺帽 會用在哪裡呢 我們各位可能去思考一下 像鋁脊型 鋁脊型呢 就是它是一個鋁材 那它有斷面的 那我們可能比較常看到的是 OA辦公室的那個主體 那裡是一個鋁脊型 那裡面呢 我們有可能是放方形螺帽來做固定的 像這種方式 然後那這邊可能要 各位要去想像一下 這個可能比較不常見的 那它主要呢 就是 鋁脊型的話 它這裡可能有一個空間 我們就可以把 這個 螺帽呢 給它塞進去 然後在外表呢 可以收覆一些東西 那這裡的方便性在於說 因為它鋁脊型在內部 我們沒有辦法用工具去固定螺帽的 兩側 那就是運用鋁脊型的 內部呢 來固定螺帽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 螺絲做鎖緊的動作 它在設計上也是蠻方便的 但是可能在生活中 是比較少見到的 那接下來介紹的是 戴帽 那戴帽呢 它比較主要呢 就是 它是避免說 我們在 結構上呢 會去碰撞到 或是去刮到 就是防止這樣的一個功效 那這邊呢 它的 螺帽的最尾端呢 它是圓形的 那我們看一下 它內部其實 是封起來的 所以我們螺絲 螺絲在鎖附的時候 是不會穿透過去的 那這樣子呢 一來 螺絲在鎖的時候 會比較美觀一點 二來呢 它這邊呢 也會防止碰撞 防止刮傷 主要是這樣的一個功效 那這邊 比較常看到的呢 像是腳踏車 我們也會看到這種 戴帽 腳踏車好像是比較常看到的 那你也可以去觀察生活中 是不是有用到戴帽 這樣的螺帽呢 接下來呢 這個是拉帽 那拉帽可能 我們比較少見的 那拉帽的用途呢 是什麼 這裡呢 拉帽的用途 我們直接從它的字面上 就可以知道說 拉帽呢 它是做一個拉的動作 我們仔細看一下 拉帽內部 它只有尾端有牙而已 那這裡是沒有牙的 而且這個地方呢 它是有一個平面的 那它的用意是什麼呢 用意就是說 假設呢 我們在 有一個板材 或是鐵管呢 會有一個六角的洞 那這個拉帽呢 放進這個六角的洞 運用拉槍呢 拉丁槍 像那種工具 把這個拉帽 給它拉過來 那拉過來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說 這裡拉帽呢 這個地方 羅亞的地方 是不會變形的 那沒有羅亞的地方呢 就會被壓扁 壓扁之後呢 它就會 所以 這個地方就會這樣扁掉 扁掉之後呢 就會固定在我們的 板材上 或是鐵板上面 運用這樣的方式 讓我們的板材啊 或是 好比說鋁材 它會有一個 像這樣的羅帽 被固定住的 那這樣羅斯 我們就可以去鎖附它的 那這邊呢 可能比較少看到 那這個 這個好處在於說 我們就不用像 焊接羅帽這樣子 一定得焊接上去 有些時候 可能是我們的材質 材質也許是鋁的 或是銅的 那可能就是 焊接的時候 是沒有那麼的常見 或方便 或是說 你是不想要焊接的 你可以運用拉帽 來代替焊接的羅帽 那這樣子它的 鎖簡力也是蠻不錯的 這邊各位 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接下來呢 是 快拆羅帽 快拆羅帽 它比較常運用的 就是 快拆組 那快拆組 是 在哪裡會看到呢 我們一般也是在腳踏車 會比較常見 腳踏車的快拆 像小澤 它的快拆呢 就是會運用到 快拆以及快拆的羅帽 那這裡呢 它的概念其實有一點像 尼龍羅帽 它就是有一點 防鬆的功效 因為它尾部這裡呢 會有一些 不同的材質 那這邊的材質 可能是 橡膠 也有可能是尼龍 但是這裡呢 我們可以用手 去把它轉進去的 那像尼龍羅帽 我們是沒有辦法 用手轉進去的 是 非常難轉的 是幾乎是轉不動的 那快拆羅帽呢 它就是 這邊的 塑膠呢 是稍微軟一點 我們用手是可以 把它轉進去的 那它也是有一個 防止螺絲鬆脫的一個功效 主要是這樣子的 那再來呢 是 異形羅帽 那異形羅帽也是 可能比較少見到 那它的形式也是蠻多的 那這邊我介紹這個是比較常見的 這個是在哪裡會看到呢 我們想像一下 有一個手工具 我們很常看到這種羅帽 各位知道嗎 它其實就是手工具 手工具呢 它在前端的時候 我們在調整鋸條 鋸條的時候我們需要調整它的鬆緊度 這時候呢 我們就會運用到異形羅帽 這是蠻常運用在手工具上面的 那它的主要呢 就是我們可以不用工具 直接用手 在這個兩側的 翅膀這裡呢 直接做 轉緊或是放鬆的一個狀態 是很方便的 不需要工具就可以去做的 那再來呢 來介紹這兩個是比較少見的 這兩個都是管用的羅帽 管用的羅帽呢 就是假設我們是圓管 在圓管的端面呢 是沒有辦法去鎖附螺絲的 那我們如果想要鎖附螺絲的話 有可能我們需要做一個車鍵 然後把它放進管材裡面 再用螺絲鎖起來 或是用焊接的把它焊在一起 那有時候呢 我們可以運用這個管內的管用羅帽 也是蠻方便的 我們就可以在鐵管的端面呢 做鎖螺絲的動作 那這裡呢 它的形式也是蠻多的 我就稍微介紹一下 這種比較常見的 像梅花形的 那有的呢 會稱它太陽羅帽 或是說星形羅帽 像這樣的形式 它主要是用在管內的 這樣子可以固定 那固定完了 你也可以在內側做個焊接 那這樣子呢 讓它可以不會鬆脫 那最主要是這樣的一個形式 那當然呢 羅帽它的種類規格還是非常多的 那這邊就介紹幾種 比較常見的以及比較特殊的 那這邊呢 讓大家去了解一下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羅帽的種類規格 那這裡呢 我們要怎麼去選用它呢 首先我們要選用之前呢 必須要先了解一下 羅帽它的用途是什麼 那我們知道的用途呢 才能知道說 我們怎麼去選用 以及說 我們要搭配螺絲 螺絲的種類 螺絲的用途是什麼 一般都是會先運用螺絲 螺絲選完之後 我們再會來選搭配的螺帽 當然有時候不一定 有時候可能是 空間的問題 或是功能性的問題 會先選擇螺絲 會先選擇螺帽 再來搭配螺絲 那這邊讓大家去思考 跟了解一下 那這裡 那我們比較常用呢 就是六角螺帽 那 尼龍螺帽也是蠻常用的 那 可能有一些人呢 會把它稱作 泥帽 或是防鬆螺帽 以及法蘭螺帽 這幾種是比較常見的 那像手工具上面呢 是比較常見的是 異形螺帽 以及說我們腳踏車的快拆 或是有一些 結構上的快拆 會運用到快拆把手 那剩下的可能 我們比較少見到 像焊接螺帽的話 它可能是在結構上面 一般結構上都是在內部的 我們是看不到的 但是它運用也是蠻常見的 只是我們不常看到它而已 那像其他的就是比較少見的 那這邊呢 我們就去了解它的用途呢 再來想說它怎麼樣去運用 會用在哪裡 那今天我們認識了這麼多螺帽之後呢 那我們在生活中來看一下 是不是有你認識的螺帽呢 我們來想一下 它用在那邊是什麼樣的用途呢 那以這樣的方式來做一個學習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為止囉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掰掰